TVB演员,遭裁员后沦为清洁工,不幸患上腱动人症。 在港剧盛行的年代,我们认识了很多默默无名的演员,观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,但一看到演员的样子,就会想起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。 其中,有他,今年61岁不幸患上了腱动人症的吴伯军。 吴伯军学过红拳,少林拳,有一定的武术基础,他21岁加盟TVB做演员,效力19年,在多部剧集担任绿叶角色。 包括,上海盘,猎鹰,《笑傲江湖》等等,他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面扮演《风波乐》,在吕颂贤版《笑傲江湖》里面饰演陶谷四仙之一。 他还曾经与刘德华合作过古装剧《魔玉桃园》,当时他被导演要求从二楼直接跳下去,他也照做。 1997年金融风暴,TVB大财员,40岁的吴伯军成为其中一员,他做了20年的演员,突然失业才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谋生技能,那怎么生活?只能做一些低下阶层的工作。 患病之前,他在一家利清公司做清洁工,他形容这份工作十分轻松,毕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,不适合做全职,做清洁工只需要上半天,对他而言是一份舒适的工作。 离开电视台之后,吴伯军从事的工作完全跟娱乐圈无关,他也跟之前的同事断绝了来往,如果不是患病,他相信自己应该不会再跟这些老同事见面。 吴伯军是突然发病的,今年3月16日,他忽然四肢无力,瘫痪在床,夏德太太慌忙报警,急送入院,结果证实他患了含有的运动神经细胞疾病,MND,俗称见动人。 医生一句无药可治让吴伯军跌落绝望深渊,他自己丧失了工作的能力,太太也要停工照顾他,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。 最可怕的是,他的大小便都要别人处理,四肢动弹不得,头脑却十分清醒。 吴伯军曾经想过,不如死了更好。 吴伯军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,病情没有任何起色,医生建议他到安老院,然后他就在安老院住了一个月左右,后来因为费用实在太高, 每个月要花1.2万港元,他负担不起就回家休养了。 面对庞大的医疗费用,吴伯军的太太想起了演艺人协会,她打电话将情况告知演艺人协会,后来协会就联络TVB演员麦包,麦长青,夏图佐,告知吴伯军的情况,而演艺人协会也表示会尽力帮忙。 吴伯军没有想到,自己患病之后,当年的训练班同学都跑来看望他,令他非常感动。 以前在娱乐圈的时候,他见尽尔与我渣的丑陋一面,现在自己生病了,他又体会到什么是人间友情。 其中,老同事艾薇的太太介绍他吃中药,原本瘫患在床的他,吃了两剂左右,发觉病情有转机。 在中药以及家人的帮助下,吴伯军竟然奇迹地可以再站起来,靠脚架走路,之后坚持做物理治疗,他不但能够自己处理大小便,自己起早,就连拿筷子吃饭也没有任何问题。 当日,艾薇,夏图佑,到医院探望吴伯军,见对方在病床上不能动弹,双脚无力,肌肉开始萎缩,他就尝试介绍医生给对方认识,没想到真的能够帮助他。 艾薇说,他的太太也曾经患上怪病,他们同样有过非常无助的日子,后来得到娱乐圈朋友的帮助才渡过难关,所以他现在也帮助别人,他不求回报,只希望传播正能量。 吴伯军接受访问的时候,特别公开感谢薛凯奇与刘德华,两人很有心,捐了不少钱给他治病。 吴伯军说,他手上有一份清单,上面写明谁给他捐了多少钱,这一份清单令他感受到人间有真情,他说,我不明白世界上为何有那么好的人,原来人真的很好,以前我不觉得,现在才感受到。 除了演艺人协会和艺进同学会捐钱外,原来吴伯军的前任老板对他也有情有意。 他捐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利勤公司的清洁工,当时他并发住院,已经没有工作能力,但老板还是每个月支付5000港元津贴给他治病,为期两年。 后来,吴伯军回家休养,治疗费大大减少,他就挽聚了老板的津贴。 61岁的吴伯军,与太太结婚11年,两夫妇住在旧区利景村,虽然生活不富裕,但平凡幸福。 他们两夫妇,没有生育儿女,现在吴伯军不幸患病,太太的压力非常大,但他对太太很有信心,我觉得他不会放弃我。 此前,吴伯军不幸患病,此前,吴太太任职普通文员,月入一万多港元,今年4月辞掉工作,全心全意照顾患病老公,吴伯军感激太太不离不弃,而太太见到她情况日渐好转,也感到非常高兴。 吴伯军说,他这个病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,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,但也已经跟太太交代好深厚事,希望他离开的时候,不会对太太造成太大打击。 作为80后的小编,对吴伯军印象最深刻的是1996年陈小春录顶记中的杨大哥,距离他和韦小宝成了至交,可惜后来被吴三桂削成了人棍泡在药缸里。 每每每想到那一段,都替杨大哥的下场很同情。